人們都這樣 在韓國的男生生育後 在韓國會變得好 那種程度上升 我沒辦法做到 因為男朋友和女朋友 平常都一樣的說話 那種程度上升 男朋友相識的 很容易發展 要學習 也要學習 比較深的說話 經濟、政治 大家好,我是Mira 最近我發現 我也說了很多韓文在影片中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最近都收到很多的DM 或者留言 因為我的韓文是 怎樣學 怎樣可以學好韓文 其實已經很久之前了 我都有拍過 是怎樣學韓文的分享 基態的關係 我現在來韓國都第五年了 其實我覺得這段時間 我自己也有進步到的 所以我覺得 是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樣學韓文的 簡單來分享一下我韓文的背景 就是我20歲頭的時候 就開始自學韓文 我自學了三個月 那我的自學就是看YouTube 然後Drop notes 就來了韓國 讀半年的藥學堂 總括加上真正學習的時間 就是九個月 但是經歷了這九個月之後 我就沒有真的去學了 我之後的學習方法 或者練習方法就是 平時跟朋友去玩 或者是自己看韓劇 看中 因為之前我在IG上 就已經問了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關於韓文的問題 都可以留言 所以呢 PDNIM就已經選了幾條問題 那現在呢 PDNIM請發問 Hello 我就是PDNIM了 自學三個月再去讀半年語學堂 那就是說 講到這個程度 我還是覺得 要發手鼓掌 Touchwood 真是幸運 因為我對韓文有興趣 我覺得 只要你對一件事有興趣 你無論怎樣 你用什麼方法 你都會很想 就是得到那些東西 我就很想得到韓文的知識 自學有經歷過 那去語學堂上課也經歷過 那你會覺得 其實自學會好一點 還是上課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是上課好一點 因為 其實我自己為例的話 我自學是 一開始自學錯的 那但是 我一開始當然不知道自己錯了 我是很後來才發現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這麼說的 然後我再回去 以前看自己Drop the note 我發覺 我一開始已經錯了 譬如是那個 不是 但我以為是 Nun 拿Nun 就是Nun 和Nun的分別 我覺得是可能發音 或者是文法上面 你一開始那個Bass 你基礎打得好的話 其實對你知道學韓文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什麼基礎都沒有 直接來韓國讀 現世的第一級 因為現世的文法出賣好的 所以他的文法是非常之好 打得非常之勻 他現在的韓文非常之好 他是誰 他就是 Kurum 跟我去喝酒 Puza Mata 那個女生 因為寫錯韓文字 或者是說錯話 令自己對一些尷尬的場面出來 其實應該多多一點都會有的 尤其是韓文字 他來來去都會得那幾個星母和魂母 還有 可能你有時打字又會打錯 打錯一個字 其實整個意思就會變了 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說什麼 或者是文法上面 如果你打少了一些東西 那個主語就會變了 大家理解錯 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尷尬 可能有的 不過不要緊 我覺得外國人是不可以怕尷尬 不可以怕語 學語言 你怕就學不成功 你平時除了上課 那你看劇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學韓文的 我以前分享過學韓文的方法就是 看劇 然後我會跟著 劇裡面的主角 然後跟他們說話 其實這個方法我到現在都還會的 看綜藝節目呢 其實有中字版的話我會看中字版 就算你學了多少年的韓文都好 你還有一些詞語還有一些文法 一定是活不懂的 或者還沒見過的 那如果有中文的時候就可以馬上 快速去吸收了 因為看劇或者看綜藝節目的時候 你是用一個輕鬆放鬆的心態來看的 在一個放鬆的情況之下 你吸收到知識 我覺得可以入路一點 好過你死機難背的東西 但是呢 因為我來了韓國這麼久 其實我覺得全部都是韓文的環境 你迫著自己一定所有東西都要接觸韓文的 你去銀行的要講韓文 你去郵政公的要講韓文 你去買外賣的要講韓文 所以 這些生活的情境是可以幫到你 但是如果有些人可能說 那怎麼辦 我不是住韓國的 那就自己去製造 譬如我跟非韓國人的朋友去聊的時候 其實我有時候都會用韓文去溝通的 因為 大家都是一個練習來的嘛 其實說真的你語言要好 你除了練習之外 就是練習了 你也沒有其他方法 你不會是一生出來就會懂得說其他文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自己的 韓文是真的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反而是在到越來的時間 我就會越發覺自己的韓文的不足 畢竟我在這裡這麼多年 其實如果我再講得差的話 其實是不應該的 這個是我給自己一個期望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著重說話方面 所以我的寫足能力是真的不是那麼好 所以可能大家見我IG 經常打韓文的時候 我也會有錯 我可能會寫錯字 或者是文法錯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為什麼一直以來 沒有特別派一些我教韓文的 我很多時候都是我去分享韓文 因為我自己都不希望 將錯的知識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 就是這樣 還有剛才PD 有說的就是 他朋友就不小心滑雪 總之有意外 他就要把這個情況 用韓文重新複出一次 他說覺得說得一塌糊塗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去學習 因為第一次說得一塌糊塗 不要緊 你是不是之後再找機會 找個時間去想 這個情況 我應該用什麼文法 用什麼的單字去形容 那你會慢慢有進步 因為我覺得 自己經歷過的事情 你會特別有印象 用親身經歷的情況去練習 更好過你去特別看一本 教科書 另一件事我覺得 跟韓國朋友相處的時候 雖然我大部分的韓國朋友 都會說中文的 但是我都會盡量跟他們說韓文 因為既然有一個很好的練習 為什麼我不說韓文呢 但是當然他們想練中文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們說中文 就好像我跟Kumi那樣 我跟他就會是中韓這樣溝通的 你韓國朋友是懂中文 或者是懂你的母語的話 是更加好 原因是因為 你一說錯什麼 他會知道你為什麼說錯 然後他可以立刻糾正你 但是當然你要跟你的朋友說 你是希望他這樣糾正你 因為以我所知 有些韓國人 他們是覺得 聽得明白就算了 覺得糾正對方是一個不禮貌的行為 所以他們就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 作為一個語言的學習者 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個態度 嗯沒錯 除了你剛剛說怎樣學韓文之外 他們最關心的就是 詞彙 因為你沒有詞彙就說不出 所以你是怎樣去記你的詞彙 我自學的時候呢 就比較少記詞彙 因為我那時候會覺得 文法好像比較重要 因為我要有文法 我才可以說到句子出來 後來我來到韓國讀語學堂的時候 在語學堂裡面 老師是會 就是會有本書 是一本單字寶 你每天就要記 可能20個 那讀完語學堂之後 日常生活看到的東西 我就會去想他的單字 比如這個 相機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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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這樣去記 我會覺得你從日常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入手 是會最好的 因為你經常都會見到他 見到你就會想起 就會有個聯想 譬如你無故要我去說一些什麼歷史 我真的說不出的 反正你平日生活的時候 你用到的單字 基本上都是你平日接觸得多的東西 所以那些一開始 是由生活技能慢慢開始 入手 但是當然 如果你是真的要去進修韓文 或者你要讀一些商業的韓文 甚至乎你在讀韓國文學之類 當然 你就真的要很用功地去另外 學一些新的生意 就是聽和讀就會懂 但是 寫作出來的時候 翻譯的時候 就很困難 如果想在這邊進步 他有什麼建議呢 我覺得他問錯人 因為 其實我的 寫作能力也是超級差的 因為我的語學堂是讀西綱 西綱其實真的比較注重這個 語言 這個oral的能力 寫作要訓練得好 首先就是 我覺得文化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我問過彭東 他現在是一個正式的韓文老師 然後我問過他的意見 如果我想去提升我的寫作能力的話 我應該怎麼做呢 然後他叫我寫日記 都是那句 由日常的東西開始入手 日記是記錄你每天發生過什麼事 那你就可以回想一次 然後用適當的文化 適當的生字去填入去 寫一個文章 叫我每天寫日記 然後給他改 那你有沒有做呢 我覺得我想再訓練一下我的麻辣儀 你在韓國怎麼認識韓國朋友呢 其實我在語學堂是認識不到朋友 不是說認識不到的 因為全部都是外國人 還有很多外國人你讀完韓文之後 就會回到自己的國家 所以之後可以keep contact的 例子真的小之有小 然後再來就是語言交流會 你可以選擇一些可能中韓交流會 英韓交流會也可以 因為裡面都有很多想學語言的韓國人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途徑 但是至於可不可以再深交下去 這個就是我覺得是看自己 其實現在回想起我的韓國朋友 都是基本上是以前認識的 可能friend or friend Friend or friend 我都是這一兩年才有這樣 我覺得認識朋友這個東西 其實哪一個地方都會難 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有些人可能網上認識 網上認識到的 但是看一下你想認識 平時可以出來玩的朋友 還是真的可以跟你交心的朋友 還有某程度上都是運氣的 說真的認識朋友 有些人可能你認識了10年 但是一點都不friend 有些人可能認識你一句 但是friend都飽 有些朋友都很好奇 Mira你有沒有遇過一些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你有時候想說一件事 明明是你想說中文或者英文 但是你會想到韓文先 而想不到本身自己的母語 會 但我覺得這個不單止是廣東話 還有韓文的問題 我很多時候都會說了普通話出來 在學校我一定要說普通話 在學校我一定要說普通話 在學校想有個feel 在那個情況 用某種語言 說那個單字就會更加有feel 我很多時候我的感嘆詞 我會不自覺地用韓文來表達 有時候我自己可能跌了一些東西 或者做錯一些東西 我就會 揮你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是 對於韓文學習者來說 是一個好的反應 算是你有一個韓文的思想 一個意識 入腦 你才會說出來的 你在一些特別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越多這些反應詞 第一個可以出到你的語言是韓文的話 其實是真的很有幫助 而且我覺得做夢也是 因為我現在做夢 有時候都用韓文做夢 在一個夢裡面會跟一個人聊天 但我們在說韓文 但你覺得我的韓文真的好嗎 我覺得好 因為一直認識你 那我看到你跟其他韓國的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會突然發現 哇 這麼像韓國人的 你覺得我的口音方面怎麼樣 因為我一開始認識你的時候 我就是跟你說廣東話比較多 之後我一聽的時候 一聽你的口音 我才會覺得這個 這麼像韓國人說的水平 所以我也會覺得 你的發音是不錯的 雖然PD這樣覺得 但我自己覺得我口音方面 都盡量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現在都接下來了 有一大的計劃 去令自己的口音再有進步 這個之後我會再拍一段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我的口音的轉變 希望成功 真是難的 口音這件事 學普通話學廣東話的人 那個聲調太多 所以我們就會不自覺地 塞了聲調去沒有聲調的韓文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 喜歡這影片就幫我按個讚 記得follow我的IG 可以知道我更多的韓國最新消息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